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msung也在这次的发布会发布了Samsung Galaxy Buds Pro啦 这次新产品一定有它加强的地方嘛 而这次最吸引我的就是它这个Anti-Noise Cancellation啦 因为只要你一讲话的话它就会关闭Anti-Noise Cancellation 你就不用拿你的耳机下来可以这样子正常和对方谈话啦 这样子讲回我们的重头戏啦 Samsung Galaxy S21系列 首先就是它的外表啦 这次的Samsung Galaxy S21系列的背面设计真的是有惊喜到的 看一眼觉得奇怪 看两眼觉得特别 看第三眼就会觉得 哇 哎 这个设计真的是有下功夫啊 这个很独特的设计我们称为Contour Card Camera Design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帅气的 你看了真机你就明白我什么意思啦 至于背面的材质来说 其实是蛮Plastic的 不过 触感很好 重点是整部手机的重量是非常轻盈的 Galaxy S21和S21 Plus同样拥有三摄像头啦 而Samsung Galaxy S20 Ultra呢 则是拥有四摄像头以及多一颗的Laser AF 所以 从背部相机模组来分析的话 一眼就看得出Quad Camera这个就是S21 Ultra的 而另外两部手机则是看大小来分辨的 Samsung Galaxy S21的屏幕为6.2寸 而Samsung Galaxy S21 Plus则是为焦大一点的6.7寸 两者都是采用Dynamic AMOLED 2X Display 拥有120Hz的Dynamic Refresh Rate 重点是 这次加入了AI-based的自动蓝眼调节模式 来舒缓我们的眼睛 达到一个更好的睡眠效果 Galaxy S21和S21 Plus的参数为 12MB超广角镜头 12MB的广角镜头 以及64MB的长焦镜头 不过 这些都不是重点 吸引我的是这一次手机里面 加入了许多好玩又实际的摄像功能 比如说这个Director View啦 Director啊 导演模式啊朋友 这当然是佛普罗大众的朋友们使用的啦 所以只是一些简单又方便的摄像操作 比如说拥有Vlogger View啦 也就是市场上所谓的Dual View功能 一前一后记录下所有的美好回忆 而且现在很多人要做Vlogger嘛 要做YouTuber嘛是不是 非常适合 而更好玩的就是这个Live Time View功能啦 因为你可以选择在拍摄影片的时候 是不是随意的更换Angle 来达到切换镜头的效果 重要的时刻你就中进去 然后再Pan回出来 哇 感觉就是很Director 很专业这样 这次的Samsung Galaxy S21系列呢 还能拍摄8K录像 拥有MultiMic Recording 也就是说在连接之后 电话与Galaxy Buds Mic同时收音 还有就是升级了他们在上个系列 强推的Single Tip功能啦 当中就有包括了 Best Moment Highlight Video Dynamic Slow-Mo 和Scen Relighting 等等等等 5倍多的AI录像处理啦 而至于Samsung Galaxy S21 Ultra呢 刚才所有提到的功能 它全都有 只是它属于一个王中王的手机 所以屏幕为6.8寸的Dynamic AMOLED 2X Display 屏幕刷新力为120Hz W Quad HD Plus 看的画面以及移动的界面 都是让你看到非常的疗愈的 顺顺颇掌坠啊 而且 Brightness为1500Nits Content Ratio为3000000-1 看着屏幕就会觉得 哇 西北的High Class 这是好东西的感觉啊 最主要是 它拥有108Mbps的主射镜头 12Mbps的超广角镜头 以及2个10Mbps的长角镜头 来进行100倍的Zoom Lock 配上一颗Laser Autofocus 而这次就让我Wow的功能 就是它们的100倍Zoom Lock 听好啊 是Zoom Lock 不是Zoom罢了啊 因为100倍Zoom拍月亮 已经是Outday的事情了 而这个Zoom Lock呢 就是能把你把月亮 Lock 下来之后才进行拍摄 讲真的啦 100倍Zoom的时候 你的手抖到比你阿嬷的手还够力 怎样拍哦 有了这个Zoom Lock功能就不同了 右上角就可以看到是否Focus好物体 只要它一亮黄灯就代表Lock好了 你就赶赶的拍下去不了 而且拍出来的是美的 可以看的 不是萌的 除此之外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 还是首个能全部镜头支持4K录像的一部手机 可以拍出超顺的60fps影片 这部手机不是玩玩的 而且加入了这个Dual Zoom Lens功能 能在100倍Zoom拍出Hyper Detail的照片 因为拍摄的处理 使用上了两个镜头的配合 这次的Night Mode也是喜别的够力 你看啊 有时为了打亮环境 Night Mode会再拍到灯光时而曝光 因为要把Alan的地方打亮嘛 但是 Samsung Galaxy S21 Ultra的Night Mode 就会把这些瑕疵都处理好 达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 打亮了 然后又把那些灯光系也弄美美 听到这里哦 是不是觉得这次的Samsung Galaxy S21系列 虽然没什么黑科技 但是各个加各的新功能哦 都是你心里面一直想要的啦 对 Samsung听到了你们的心声 而且现在的状况 大家处于work from home阶段 它加入的这些功能哦 都是实际上能帮助到大家的啦 而且懂你在家没有东西做啊 可以拍个够啊 包括电池很不耐 这个complain他也听到了啦 所以 这次采用了Galaxy史上最强的处理器 Exynos 2100 5nm工艺的处理器 来提高整个手机的续航能力 Galaxy S21为4000mA Galaxy S21 Plus为4800mA 和Galaxy S21 Ultra为5000mA 一个大电池容量啦 前两者都是拥有8加256版本 而Galaxy S21 Ultra则是拥有12加256 和16加512的版本啦 总结来说 Samsung Galaxy S21系列 这次无论是在外观上还是功能上 都让我看到了他们的用心啦 而且如果在近期内 你有考虑换手机的话 而且是用在工作上的话 一定要好好的考虑这部手机 最后呢 就有带来一个惊喜要告诉大家啦 就是Samsung Galaxy S21 Ultra支持了S Pen 只是我不确定要另外买的还是什么啦 我不确定啦 我只能确定你是要买茶就得啦 哈哈 这样子喜欢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留言和分享 还有记得关注我们Tekniv中文版啦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